本节目由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不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当朝政府的稳定和威信 起义由我们熟知的 秦末成胜吴广起义 乱政的就不得不提王莽 被外族入侵 就定会降到宋朝的灭亡 那么这些能够撼动朝野的人 究竟是哪些人呢 在本族内 起义军大部分都是农民 或者官僚所成的 而乱政的 更多都是皇亲国戚和宦官 这里身份最为低下 被人看不起的 也许不是农民 而是宦官 生理的缺陷和谄媚的嘴脸 在历史上 这个职业并不太受人待见 但是这些宦官 有时却十分嚣张麻糊 甚至为所欲为 比贪官还要可怕 张让便是这样一个宦官 手中权力很大 汉林帝又十分信任与宠爱他 甚至汉林帝还会叫他爸爸 这让他迅速成为了 东汉汉林帝时期宦官的头目 而且经常利用自己的权利 去做一些坏事 比如说当普通人想要见汉林帝一面 就可以直接带上好礼 送给张让 这样就能够称心如意 不仅如此 对于朝廷上的官员 也是如此 升官获得赏识 也都可以通过张让 来暗示汉林帝 于是张让的这个宦官 可谓是做得风生水起 聚才无数 聚散终有识 做惊恶事也终有被惩罚的那一天 他的末日也便是在他的大靠山汉林帝 轰然倒下的那一天 这时候 汉林帝的孩子流遍几位 众人看不惯张让平时的作风 想要除掉这个大奸臣 尤其是袁绍极力反对 给予张让汉林帝在位时 猎猴般的待遇于宠信 这也就有了三国演义的一个开端背景 时常事之乱 刘备官与张飞的结识 也与时常事有关 正是因为时常事搞乱朝纲 黄金军才会起义 朝廷才会目击人 前去镇压 那么作为时常事之首的张让 又是如何被袁绍给除掉的呢 袁绍虽然是最为反对时常事的那一个 但是也离不开众人 对时常事的厌恶和打击 他先是除掉了时常事当中的赵忠等人 这一行为 让张让心惊不已 于是便带着少帝出去逃窜 向少帝解释 自己的所作所为 也是为了东汉朝廷 企图摆脱罪名 求得原谅 少帝虽小 也没有像他的父皇那样 听信他的鬼话 不为所动 这时候 张让便有一些自食之名 明白大势一去 逃也是没有办法逃走的 又不想被袁绍抓住 忍受惩罚而死去 于是便自我了断 挑和自尽了 从此时常事也全部消失了 东汉却没能够因此而平静下来 而是一路的动乱 雄才辈出 豪杰满天下 除了董卓和曹操是在乱政 其他的都可以算得上是起义 然而即便在后来乱政的两个人 实力也是远高于张让的 董卓收纳大将的能力很厉害 但是同张让一样 脸才暴政 使得民众受到剥削压榨 最终结局也很惨 比张让还要惨一点 曹操就不用说 虽是邪天子 想要一同天下 但是他能闻能武 雄心抱负很大 显然和张让这等宦官 不是一个档次的 本期节目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